原标题 他们一般都是以部族为姓氏的 比如说 建立了大金帝国的完颜世家 就是以部落为姓 姓完颜 再如明朝末年 与建州的女真族争地盘的海西女真族 则是姓叶赫的 因为他们就是叶赫部落 但是 这奇怪的一点就是 建立了清朝的女真族 是源于建州的 可是 偏偏在历史上面 对于建州的女真族 却没有一点记录